对 现在有关秦刚的状况 真的不只是大家关心 现在很多国际社会也在关心 因为它实在就是说 上一次出现好像是在 一个月了 一个月 好像是6月23 最后一次出眠 真的一个月了 所以各界都很关心 所以正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开会 你知道大概一般观众不太聊的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 全国人大基本上就像 一般国家的立法机关 那他通常他不开全会的时候 他的职权就由常委会 常务委员会来负责 那常委会一共有多少成员 有159个成员 那现在的常委会的委员长是赵乐际 还有十几个副委员长 所以这个常委会其实在 全国人大就全会休会时间 他的职权非常的大 那他除了这些 其他的职权的话 他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权是什么 他是负责人事任免 人事任免 那就是说全国人大闭会的时候 全国人大常委会 也就是这次讲的说 突然要召开常委会的 在25号举行的 他的第四次会议 他通常两个月举盘 这个突然好像时间好 突然插进来 所以事实外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猜疑 但他可以行使什么样的任免权呢 就是他可以行使 这个中国大陆政府的行政监察司法检查 和军事机关的个别主管 副主管的人事任跟免 还有接受这些人事的辞职请求 所以他的职权是相当大的 如果说有重要的人事 因为秦刚的级别 他已经是个别机关的主管 然后他又是国务委员 等于副国级的 所以等于说是国务院的副国级的这种 就等于副国级的这样子高层官员 所以他的不管是任跟免的话 看起来照中国大陆现在的法治体系 一定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关 常委会过去是两个月定期举行 现在等于加开临时会 或者下一次会把它提前 所以外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联想 当然就是说 像这位中国文化经常家Bill Bishop 他就认为他的推测就是说 可能那么秦刚的相关的这些新闻 可能跟这一次的会议是连结在一起的 我不论如何 我想反正马上就开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 大家会很快就会知道 外界的猜测到底是如何 静待结果 静待结果 现在就是说CIA的局长 博恩斯最近在作证的时候讲的时候 讲的是蛮有趣的 那不过他讲到说 在政府大楼内遭到处决 我觉得这有一点离谱 我觉得怎么会在政府大楼里面 当这一群人的面处决 听起来有点贵 对 当然我没有看他英文实际用语 对不对 那这个处决是因为这个 发生什么样冲突或怎么样 逮捕的过程发生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对 不过就是说 我是不太相信就是说 对于一个这个 因为间谍基本上的话 它是有很多情报价值的 不是随便处决的 很多国家它还要有间谍 它会怎么样去交换 被人家逮到的间谍 所以我觉得博恩斯讲的 有一点太悬了 我觉得我是带有一点存疑 就照理说这事情应该会很大 会闹成中美双方可能会很紧张 为此很紧张 还处决掉人 这应该不至于像是一个小的爆料 这样的程度 对 而且已经说 这个差不多十年前了 十年前我们也没有听说 过了十年才拿出来讲 可见不是很重要 秦刚的出路或是未来怎么样 我想因为每个人都在当柯南 每个人也都在拆 甚至说什么马昭旭 是他的准备要接位的 这种说法都有 反正外媒爱怎么说 台湾的媒体或是评论人员 也爱怎么跟 那就去跟 事实上如果以一个 比较严肃的情况来看 王毅有跟美国人说 是健康的因素 那我想王毅的本身的权威性 在这个部分里面 所以你会注意到 就是说美国的官方对这个部分 他们也接受到这个讯息 就是说身体健康的因素 那其他的都是媒体在拆了 或者是一些论坛的主持人 想要追问问出来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拆来拆去没有意思 那反正时间到了 大家就会知道了 有关于美国的情报人员被破落 被破获 这个是旧文 因为之前就 美国就已经有解露出 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情报网 间谍网 被中国大陆破获了 整个几乎都负面 但是那是暗的 也就是CIA的间谍网暗的 那CIA还有一份是明的 也就是伪装成为国务院的雇员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务院 派驻在北京大使馆 或者领事馆内的一些外交人员 有一些是间谍 就是有一些是CIA的间谍 那我相信这些人员 大概大陆也都能掌握 所以他讲的被破获的 那个间谍网 应该就是不具有外交官的身份 所以他是暗中 从事一些情报的工作 被破获 可是博文斯现在又告诉大家说 他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 他等于是泄露了 非常珍贵的情报 中国大陆当然就会更加的 开始再去追查 那么美国的CIA 所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在哪里 前段时间发生在上海的 所谓的白纸运动 里面就有一些人就被抓了 我们一般估计 那个运动跟美国的CIA 是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也不由得的不去联想 当时美国的驻北京的大使 在三个月前曾经先到上海去 而且还故意曝光 去排队打疫苗 那时我们就在判断 他相当有可能在上海 要布置一些活动 都在猜测 果然几个月以后 在上海的乌鲁木齐木 就发生了那样的一个事件 当时就有一些 一些人就被抓起来了 美国到今天为止 不敢表达抗议 只要求 而且很语气 很温柔的说 把我们的人放回来 如果说美国的公民 在中国大陆受到非法的逮捕 美国的国务院绝对是严正的抗议 但是这些人布林肯却只敢说 把我们放回来吧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在从事什么工作 应该我猜 大概就是间谍的工作被抓了 所以美国也不敢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有关于澳大利亚的军演 就是护身军刀的这个军演 别忘了中国大陆的两个情报船 那么开到了澳大利亚的 24海底的毗林区 澳大利亚的侦察机也到了 但是他们有通话以后 澳大利亚它也必须要接受 也就是24海底的毗林区 还是属于国际公海 你没有权利去驱赶 也就是说它如果没有进入12海里 你都完全没有权利去驱赶 所以它可以进入到24海里 澳大利亚也只能说 这是它的自由航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国际法要弄得很熟 而且要严守 所以澳大利亚也很清楚知道 中国的情报船就在你的演习区 贴近澳大利亚24海底的地方 收集演习的资料 他也只能接受 这一次澳大利亚的军演 护生军刀2023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十三国 就规模最大三万多人 以前那时候 它这个护生军刀是每两年一次 不是每一年举办 这次三万人十三个国家在参与 算是一来规模最大 第二个这是印尼首度参加 因为印尼它一般来讲 它对美国的这些军演 印尼比较不热衷 印尼人口两亿七千多万人 它在这方面 它的国防还在外交自主性满高的 并没有跟美国在这一方面 有同步料 但它这一次的护生军刀 印尼有首度参加 除了这十三个国家之外 还有四个国家派观察员 包含印度 包含泰国 包含新加坡 也包含菲律宾 他们没有参演 但是他们派观察员 到澳洲去参演这十三国的 护生军刀军演 然后它这个骑程蛮长的 一直到八月四号 它护生军刀整个骑程将近半个 就是半个月 一直到八月四号才结束 所以它规模很大 三万人 然后又骑程拉得久 半个月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护生军刀大家就非常重视 另外一个第三个特征就是说 德国首次派兵参加 德国这次派的主要的就是散兵 德国派了210位散兵 加上30个陆战队的队员 他只讲到这是登陆作战 跟反登陆作战 另外加上一个空降作战 空降作战由德国来担刚 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的科目 演练的科目 是蛮多元的 除了登陆跟反登陆之外 也有空降 所以算是立体作战 第四个特征 美国这一次首次的海外海军成军 滨海作战舰坎培拉号 当然它是澳洲的地名来认名 但是美国首次在海外成军 他选择澳大利亚 换句话说跟澳洲的关系 这军事上的互动还蛮频密的 而且这一个滨海作战舰 有一位美国的 美国的海军的坎培拉号的作战舰 有澳洲的海军的军官 议员常住在上面 你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好了 你就一直跟澳洲的海军军官 派议员上来 就跟我们一起来跟坎培拉号 美军的海培拉号 在那边一起来运作 最后一个特色就是日本 我们看日本 日本这次派了 初云号的准航空母舰过去参加 也同时第一次在海外 在澳洲 澳大利亚 试射他的124的半舰飞弹 跟洞山的防空飞弹 在澳洲打 日本这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看 原来这次护生军刀 中共派了两艘的电子侦察舰 过去他们做勤收 把他这相关的频谱 作战的模式 能够尽量的收回来 然后透过人绕卫星 送到中国大陆去做研究 所以中共对这次也蛮重视 柬埔塞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一个历史性的关系 相当的友好 因为前一段 应该是1970年 甚至于中国大陆 还因为越南进军柬埔塞 还特别启动了一个 逞越战争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中国大陆跟柬埔塞的关系 向来就是相当的密切 不过美国人也不用把 装好人好不好 为什么装好人 请问一下 红马内就是红森的儿子 能够念美国西点军校 没有美国拉拢他会去吗 他能去吗 在美国要念西点军校 如果是美国人的话 他一定要有美国护照 如果你没有美国护照 你不可能去申请到 可以念西点军校 但即使是美国要念西点军校 也要有参众议员推荐 这在美国是个公开的秘密 你以为我们一般老马星 要念就可以念的吗 所以这一点大家先弄清楚 外国人一定有所谓交换选 像我们台湾可以派一个两个 也要经过他们的 很复杂的安全审查 红马内去念西点军校 美国人装腔作傻 说他不晓得他是红森的儿子吗 当然不是 这美国人要拉拢红森 所以栽培红森的儿子 红森的儿子 红马内才能够念西点军校 所以美国是处心几率 要拉拢据協寨 只是拉拢以后 柬埔寨还是始终 比较偏向中国 觉得恼羞成怒 就开始找理由 如果你今天 非常的亲美 柬埔寨非常的亲美 他会说他什么吗 请你看 现在他有去批评越南说 你一党专政 你共产党专制有没有 从来不想 不吭声 会因为这样子去对越南做制裁的 不会的 就是简单讲是借题目 借题发挥 发泄一下 美国对于柬埔寨太靠近中国 这样的一个不满 不用 我是觉得 国务院发言人员不用把自己讲 自由公平 你们跟越南的 拉拢的时候 你怎么不这样讲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至于说柬埔寨的海军基地 要作为中国的海军的使用 一直是甚嚣尘尚 但是你美国想一想 新加坡的海军基地 不是你美国航空母舰在用吗 你可以 北人就不可以 我想不通 大概是认为说 这个南海是当然内海 中南半岛应该归他管的 突然之间 中国的影响力那么大了以后 现在好像有点吃味 受不了了 就到处说东受虚 但这个是影响不了大局的 我劝劝美国人 要在东海地区跟各个国家相处 不要有两套标准 也不要有三套标准 对于很多国家的不同的制度 能够有的 你看有共产党当家的 有泰国王室 你说泰国王室就很正常吗 有文来的王室 也有像菲律宾那种 比较特殊的民主国家 也有印尼那种 伊斯莱为主的一种民主国家 也有受英国影响的 马来西亚等等 他们不同体制 不同制度 都能够共同形成 和平相处 你有听过 这些域内国家在打仗吗 没有 已经很久了 和平了很久了 你美国不懂得学习这种不同国家 不同体制 相互尊重 整天对人家指手画脚 这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风范 我支持洪森的儿子 过去是美国是有意要拉拢培养的 因为洪森在执政 九年多十年的时候 他的孩子十八岁了 之后他的儿子 才到西点军校去读书 所以是在洪森掌权的 相当的一段时间 他的儿子才到美国西点军校 那很明显的 那就是美国想要拉拢柬培兵塞 而过去柬培兵塞确实 他的云朗基地 就是您今天要谈的云朗基地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是提供给美国 作为美国的海军基地 是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23年前 但是那个时候洪森的儿子 已经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了 也到了英国去留学了 也回来了 所以跟美国的关系很深 跟美国关系很深 所以美国对柬埔塞非常的喜爱 非常的喜爱 然后也建立了一个 美国的海军基地在云朗 那美国的海军也就到云朗去了 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补给点 那现在这个孩子长大了 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 四十五岁 掌管军权了 掌管军权了 四十五岁了 四十五岁了 他了解美国人 了解美国的军校 然后他也了解英国人 也就是说他对安格里萨逊族 他的认识是比较多的 很明显的他会继承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已经长正了38年 而且还会继续长正下去 因为已经连任成功了 那他的儿子已经准备要接班了 他比较能够跟欧美人打交道 但是他在整个国家的施政方向里面 我个人觉得他会走他父亲的这条路 而他父亲的这条路 就是从过去平衡 然后转向跟中国大陆更接近 离美国更远 也就是说后来把云朗基地 都整个美军在云朗基地上的建筑物 整个拆掉了就是红绳 然后由中国大陆帮柬埔寨 新建一个新的海新的港口 是军民两用港口 所以我觉得柬埔寨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事实上已经很明显的 那么远比他跟美国的关系了 这个对美国人来讲很有挫折感 美国人很有挫折感 在这个时候选举就有意见了 因为鸿燊的选举 不是今天才这样做 三四几年来都是这样做 过去跟美国关系好的时候 都没有问题 现在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美国就要制裁了 就要给宪政给限制了 这个就是美国 我想不是我们要一直批评美国 但是由于美国他没有办法 一直是一套标准 他都是根据他的现实的利害 不断的去改变他的标准 所以他慢慢的 慢慢的 就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 美国人的手法 也就是说对美国有利的 这个标准就可以用 对我不利的时候 这个标准就丢掉了 所以他是不断的在调整 当不断的在调整以后 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 没有标准的国家 也就失去我们的信任 我想美国不是一直是指责别人 而是应该先自我反省 不过你要美国人反省太难了 我觉得美国当然现在是 紧盯着柬埔寨的局势发展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像刚才所提到 柬埔寨跟北京关系很紧密 不是一天两天 我们仔细回顾一下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2020年2月 这个鸿森就是习近平在北京 接见的最后一批外国领导者 今年2月份又再去一次 他们的关系是不只是安全军事 甚至包括一带一路 金融 经贸 投资都是如此 对美国来说 这是非常亲自肚明 现在重点就是像刚才所说 因为鸿森早就在2021年就说 要接棒 要交棒给他的儿子 是在柬埔寨人民党的 党的中央文会里面 已经公开讲过 这一次在选前他也讲说 快的话可能未来几个月 类似的状况就会实现 所以现在大家才会把目光的焦点 放在的确是45岁的儿子鸿马内 鸿马内不只是西点毕业 他是纽约的经济学硕士 英国的布里斯托博士 意思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 是云文云武 重点是他的确是在 父亲的栽培之下 就是应该就是成为未来领导者 45岁在今年竞争上将 基本上是陆军总司令 兼武装部队的副司令 所以美国会在看他的一举动 我认为美国现在还是会想要拉拢 所谓的柬埔寨新任领导者 但是的确他的动能 基本上是维持在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但美国还是有期待 西方有期待 就是深受西方教育的鸿马内 未来领导者 有没有可能在平衡上 在美中之间的光谱上 稍微往美国方面移动一些些 这就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